我覺得其實雷奈秀這一個形式 在國外 尤其是美國 已經好幾十年了 大家如果喜歡這樣子的東西的話 大家會不會想要支持 如果真的要說有任何啟發的話 希望我們想要帶出這種新態度 就是我可以知道這件事情很嚴重 但是我同時可以苦中作樂 然後這不代表我不重視這件事情 歡迎回到博恩夜夜秀 歡迎回到博恩夜夜秀 各位觀眾我們掌聲歡迎唐宗盛 康康還有蕭志偉 你好 我叫曾博恩 我現在做的工作呢分兩個 第一個叫單口喜劇 比較常在一些劇場或是酒吧裡面 一個人對著台下表演 另外一個工作是博恩夜夜秀的主持人 他是一個談話性節目 所以會有一些來賓還有一些不太一樣的表演 在節目當中 那我做的這一行三年左右 博恩夜夜秀我覺得他特色 假如說我們比較對像是其他網路節目的話 最大的不一樣就是他有現場觀眾 然後再加上他是本質上是喜劇 會有一些效果在裡面 所以我們基本上不太能NG 因為觀眾聽同一個笑話第二次 就不會再笑這樣子 另外一個很大的不一樣是 我們每個禮拜六晚上六點 就是會有八百個觀眾 坐在現場 要等著看你這禮拜準備的東西 所以我們不能說 這禮拜我們今天寫不出來 我們延期再拍沒有這回事 你就是得在那個時間點 準備好三個小時的錄影內容 最難的應該是 就是在時間跟壓力之下 還要寫出好笑的東西吧 我們這個團隊在前幾個月都是處於一個 五六個人精神狀態都很不好 就是憂鬱的憂鬱啊 然後暴躁的暴躁 可是還是要娛樂大家 嗨 大家好 我是Howard 我是博恩夜夜秀的製作人 那這其實是我第一個製作的節目 這樣子 其實公司剛成立的時候 並沒有要做夜夜秀的打算 這個節目的format 在公司的排程是很後面的 但是其實眼看著即將發生的社會動態 大家應該會滿關注一些新聞跟社會議題 所以我們就臨時決定把夜夜秀這個format 提前製作 其實夜夜秀的組成還蠻龐大的 它跟一般的網路節目的規模比較來說 應該算是很大的一個節目 那我主要會把它看成三個部分 一個部分的話是我們跟電視台合作 所以其實現場的場地 場景架設 拍攝 都不是由沙台爾娛樂這間公司來完成 那我們自己內部的話 當然還有show的行政 但最主要在大家看得到創業的部分 就是主持人跟寫手 可能還有現場導演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很多網路節目 他們都還是用比較簡單的形式 我會覺得在接下來 網路內容也會有一點競爭 像我們團隊包含我自己 過去從來沒有任何現場錄製節目的 經驗 但是我們所合作的電視台 以及專業製作團隊 其實可以給我們很多的協助 對這部分 我覺得其實就是相信專業 然後盡量跟他們共同 我們在錄影那一天的編排上面 覺得怎麼樣 我們走到天安 有點像是劇場類型 前面會有一個寫手他會出來跟大家暖場 這個東西網路上絕對不會看到 因為反正他就是跟現場人有互動 然後確定大家準備好 要進入可以笑的情緒之後 第一個單元才會出來 第一個單元他在本質上也是以短發的笑話為主 他不會鋪陳太久 或是敘述脈絡也不會太長 那就是我們每個禮拜的那個新聞亂報 一條新聞就是一個笑話 一個條新聞一個笑話這樣子 那大家逐漸進入節奏之後 我們會再往上待進入到 就比較像是社論的一個單元 那他就會比較長篇式的鋪陳 跟長篇式的笑點 我不知道現場這個東西的重要性到底到哪裡 當然我自己覺得是蠻重要的 可是那個時間壓力真的會壓得你喘不過氣來 因為我剛剛講了每個禮拜這個時間 你不管怎樣就是要突出東西來 我們其實第二季的某一集啊 因為稿真的沒有寫出來 然後我平常都是提詞機在那邊跑 可是有一集的提詞機中間是有洞的 就是我們稿子真的沒寫完 然後我讀到那裡的時候就看到 我看到一個斷層然後下一句要接什麼 所以我就是馬上吐出一些東西 讓它可以銜接到下一句 然後再繼續跑 然後後面有個洞這樣子 所以就是很可怕 那個為什麼會造成這種情形 就是因為禮拜六已經過晚上六點了 一定得上台 對 但是 如果你們有這方面的矜持的話 建議不要這麼做 夜夜秀貢獻最大的人 難道不是台下這些到現場買票支持的觀眾朋友嗎 拜託他們是我們衣食父母耶 過去就我所知 台灣的綜藝節目都是鎖票的 那甚至我們所學習的像是 不管東岸還是西岸 美國他們那邊也沒有售票的這個情況 對 但是我們想要營造出來就是一個 既是錄影又是表演的感覺 其實我們的節目因為跟時事很有關係 大部分都到彩排的前一秒 才有勉強可用的稿子可以上場 所以彩排其實主要是確認一些技術細節 真正創業彩排 我覺得基本上可以說幾乎可以忽略 這樣子 現場氣氛其實主要還不錯 那現場觀眾都還蠻同場的 基本上大部分哏他們都會笑 在播報本週的新聞之前呢 想要跟網路上我的道具在哪裡 你要從哪裡開始 我先對一下機會喔 我等一下拿這個的時候 我會對他講話 可以嗎 你要雙眼深邃地 哈囉哈囉 注視著他嗎 對 我會這樣子講話 可以嗎 那如果我們真的出了一些差錯 他們也會很通常很有耐心 甚至會再笑一次 在播報本週的新聞之前 我想要先對網路上的觀眾講一句話 我們節目是禮拜六錄影 如果禮拜天跟禮拜一發生的事情 我們講不到 其實就像是一個看秀的感覺 那這也是我們希望營造出來的 其實我認為 你如果認真要做一個商業性的節目 也就是說沒有人給你預算 你就是自己要做節目的話 它本身如果沒有商業模式 這個節目就不要去做 我認為集資只是一開始的一個金融手段 當然它有很多額外的好處 例如說可以跟觀眾直接溝通 我們的感覺怎麼樣 但我並不覺得 任何一個節目應該要靠集資活下去 如果它是商業性節目的話 欸對 就是真的不要 我第一季的結尾就講過 真的不要想不開 因為這個節目的主持人 我覺得非常難當 在一開始 我們要規劃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沒有想過會這麼的困難 這個節目不是人做的 反正有太多方面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如果你要做這種 只是仿美式Late Night Show的話 真的做純娛樂就可以了 不要給自己定位說 我要講多高尚的東西 因為這也會 吸引來的觀眾也會不一樣 所以當節目想要做一些突破 我們要去衝撞別的方面的競技的時候 你的最大受眾會是你最大的阻力 這YouTube送的衣服 這個不容易耶 這個我 官方認證的 真的啊 對啊我這是第一屆 就是有 就是訂閱數破十萬 才有辦法拿到這些 這十足 那你是因為表演什麼呢 不用手穿褲子啊 大家應該沒有看過吧 應該沒有看過想要看吧 要不你先拖你不是要模仿我 喔 喔 喔 哇 其實夜夜秀 一開始的那個定位 是要走實事諷刺 所以 政治當然是很大的一環 但 可以預見的是 明年總統大選結束之後 可能政治會 嗯 那個熱潮會降下去 可能還是會抓 實事吧 就不一定是跟政治有關 可是像前一陣子 不是大家流行說把臉變老 或者把臉變成嬰兒 這種潮流型的會去跟 第二季有在嘗試的東西就是出外景 我們去台灣一些很比較算是奇聞 的方向 可能是可以再發展 其實我覺得有關於趨勢這一部分 我並不是什麼專家 那我也不覺得自己很有創意 那我們也必須承認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現在並不是一個主流文化輸出國 但是這也代表著 其實你只要看像是日本 韓國 美國 甚至是中國 你可以發現非常多新的format 他不管在商業上 還是在藝術上 還是在社群經營上面 都已經是被驗證過 會成功 或是會失敗 那可以直接做一個參考 當然會希望你加入這些內容 不要只是完全照搬過來 我認為其實只要能夠持續做到這件事情 並且取得不同輿論方面的創造者跟觀眾 他們的信任 讓我們能夠有更棒的來賓 去碰觸更大的議題 所以我會比較偏向說 那是不是可以去開發一些其他的東西 倒不會因為說今天有陰遇或怎麼樣 所以夜夜秀就一定要再上去一個層次 再上去兩個層次 我覺得沒有必要一定要做這樣的事情 各位觀眾我們再次掌聲謝謝 衝衝、康康還有蕭志偉 來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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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